杨子是目前比较后的90后小花,自从香蜜爆红后,几乎每一部主演的剧都爆红,和她搭档的男演员,基本上都走红,和李线主演亲爱的,热爱的让李线出圈,和肖战主演的余生,请多指教,不仅国内爆红,也红到海外,两位主演都是当红明星,所以这剧不火都不可能,今年夏天和诚意主演的陈湘如泻和, 陈湘重华,也是成为暑期档三部爆火的古装剧之一,杨子可能会拍一部古装剧,奖励自己一部现代戏,毕竟,已经接着拍摄了两部古装奇幻剧,所以下一次接戏,杨子可能会考虑接拍一部现代戏,这样可以让自己接地气,杨子在9月25日发文,宣告自己主演的长相思在横店杀青,同时,晒出和各位演员的合影,她的男装俏皮,女装看起来很鲜, 这部剧拍摄时间长达6个多月,182天,播出时间可能会在2023年,因为现在杀青,还得做后期,估计这部剧不在春节档播出,就会选择在暑期档播出,到时候又会掀起关剧狂潮,杨子和很多帅气的演员都合作过,这也是履历上比较光荣的一件事, 而且,和这些帅哥们合作过,杨子也和他们成为好友,因为杨子本人性格活泼开朗,在剧组也是逗比欢乐多,目前有八卦媒体,拍到杨子和剧组的杀青燕,男演员邓维先离开,接着才是杨子的出场,杨子可能被偷拍有点害怕,结果,助理打了三把伞遮挡他,但还是被拍到,杨子为什么如此害怕被拍,可能担心自己又会陷入和某某某的恋情绯闻, 之前有八卦媒体,拍到杨子和刘学义庆生,还吃了刘学义喂的蛋糕,怀疑两人有情况,杨子已经是妥妥的当红小花,在90后小花中,成绩有目共睹,他风评不错,非常低调,经常忙于拍戏,根本没有时间恋爱,他的代言很多,肩上的责任也很大,明星最记他房,所以形势还得谨慎,期待长相思播出,这部剧一定会更火,拭目以待。 感谢观看